是 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西蒙在当家一年之后 民众所给予的评价 我们看到很多的民众都给5分或者是6分是及格的分数 那Dattle Street 你会给西蒙打几分呢 你认为西蒙在施政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反对党呢 我觉得我们是对这个执政党有非常高的要求 如果说5分是及格的话 我正好从及格分数减0.2分 也就10.8分 白热新政的时候我说5分 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说只有一百天 应该给他们更长的时间去实践他们的这个诺言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他们并没有根据自己推出的宣言 他所做的承诺而去兑现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换汤不换药 字眼上的更改就好像说AES改成AWAS 以前说的很多 但是后来呢还是执行AWAS 再来我觉得更奇怪的就是呢 你提到这一个Toll 以前的收费在 费除了吗 本来你在听这个敦马说了几次几趟 你已经知道结论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推出了拥堵费 所以Toll呢改成拥堵费呢 其实呢它只是改个名字而已 第二 然后更关键的就是整个一年来太多的政策一直在悠转悠转 不止悠转 L转J转也零转了 所以这个才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整个经济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老百姓感觉到这个生活压力大 而且这小元祖的这一个呢 他们也验证载道 所以人民要看到的是 我们的政府积极地改善我们的经济啊 那么让人民呢生活更加好啊 那么不要每天打压达曼大学学院啊 腰斩10加6的滑小啊 什么发展这个飞行车啊 第三国产车等等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所期待的 那YB想请问一下 你对于Dato3给的4.8分 你怎么评价 当然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的就是 马来西亚的人民呢 不分种族团结一致 在去年的509的时候 入拨空拳拨虎头 赶叫之月换星天 在经过了60年之后 第一次的改朝换代 当然我们都明白到说 60年里面的那一个藏屋纳购 不可能大扫除 一天里面可以清除的 尤其是整个制度的改革 的确需要时间 那么但是我觉得说 西蒙政府在这短短的一年里面呢 的表现呢 还是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而且呢 白此刚头更进一步 怎么说呢 第一反贪畅连 反灭灭贪腐打老虎 我们大家都看到现在 过去前朝的贪官 一个一个排队的上法庭 现在我们看 DV7几乎每一天晚上 都有法阵先锋 现在南九的案件 已经播到第15集 连续15天 还有很长 今天第16了 第16集了 对 所以这一些惊人的内幕 都是显示了西蒙 立志打贪腐 抓老虎 苍蝇老虎一起打 这一点我觉得 应该看到很高分 第二我们看到 整个反贪苍蝇 终结贪腐方面呢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前朝60年做不到的 现在做到了 首相到部长 和国会议员 全部都要一律 向反贪污委员会 来这个承报收入和财产 只是很遗憾的 我还在等马华 巫统会叫党 向反贪污委员会 来提成他们的财产 让人民只要了解 阳光政策之下 全部连结 那么我相信 政府不吃钱 人民就有钱 那么第三呢 我觉得说 在于人家说 金山银山 不如绿水青山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 我们在短短的一年里面 已经关闭了 前朝留下来的 150间非法的垃圾厂 这个洋垃圾厂 我们马来西亚不是垃圾桶 过去前朝的时候呢 就让很多的洋垃圾进来 那么如今已经 这一个逐步的 这个关闭 当然 这个工作方面呢 的确不容易 但是我要有一句话 来分享就是 中国国父孙中山 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未经改革之阵痛 何来民主之幸福 那么改革期间 当然会有阵痛 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你叫我打分 小弟呢 是身为人民公仆 人民是我们的老板 由老板向火计打分 这样才是比较公道 所以我们自己不打分 好 那我们领过了 执政一周年的成绩单之后呢 也看过了分数之后 有4.8分 有5分 有6分 7分 8分都有的 所以稍后我们还要验收的 就是到底西蒙兑现了 哪几项竞选宣言了 而哪一项政策 又是您感到最满意的呢 华语新闻 稍后回来